好 今天有時候會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雅浩然的失敗 雅浩然她的失敗是印著什麼呢 印著她的貪心 這個故事是記載在內文記上 21章和22章 好 那我們華人 都有四句成語對不對 成語當中呢 就有很多的講到貪心的成語 有什麼啊 大家一起來讀一下 貪圖無言 貪圖無言是什麼意思呢 就說貪心你要滿足的時候 一個人的貪心他不會滿足 他繼續的要得到得到得到更多 好 接下來還有什麼呢 貪圖有大小 因著什麼呢 貪圖小利益而造成更大的損失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華人啊 都知道貪心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事情 是不是 或者 你的貪心呢 他在你的生命 沒有滿足的 看到 我們的心就是一個問題很一樣 永遠甜不滿 所以我們華人都同啊 那麼聖經呢 聖經怎麼能收到 聖經有沒有想到這一方面 我們看到 貪的行程各種各樣 每人在貪的畫面都不一樣 有什麼 有些人貪財 有些人又有貪履歷 有些人就像什麼 口服 有些人說貪痴 有些人就是什麼 貪色 有些人就是貪愛世界 所有的這些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看到 貪的行程有很多不同各式各樣的 可是我們知道 他們的後果只有一個 就是智取妙 那聖經裡面怎麼說 我們來看一下 聖經裡面 他們要出愛情的時候 上帝給他們十戒 這十戒裡面其中一戒 就是這個 告訴他們說什麼 你不可以貪 別人 總之你不可以貪 上帝已經告訴人了 OK 接下來我們看 路加福音12到第15節 到底說什麼呢 於是對眾人說 你要謹慎自首 免去一切貪心 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 家當夫婦 這裡耶穌當時候也告訴 他們當時候的百姓 告訴他們什麼 你要免去一切的貪心啊 那時候是耶穌告訴 你不可以貪心 當時後的人 而接下來我們看 尹夫所說的第五章 第五節 那裡說什麼呢 因為你們確實的知道 無論是淫亂的 是誤會的 是貪心的 在基督和神國裡 都是無分的 有貪心的 就以拜偶像的一樣 所以我們看到 這句話是保羅 當時後洗禮 尹夫所教會的 弟兄姐妹 告訴他們什麼呢 你不可以貪心 為什麼 因為貪心與拜偶像一樣 拜偶像是上帝所厌惡的 是所憎惡的 所以如果我們有貪心 在我們裡面 就告訴我們什麼 上帝 他不喜歡 他不喜歡 這是保羅去年 當時後尹夫所的 第五節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 保羅會告訴 各羅西的教會 在各羅西書第三章第五節 那裡說什麼呢 所以要致使你們 在地上的肢體 就如凌亂 污秽 邪情 厄述 和貪婪 貪婪 就與拜偶像一樣 包括同樣的重複 他的話 告訴 哥羅西的教會 說什麼呢 貪婪 是與拜偶像一樣 是這麼的讓神厭惡的 真惡的一件事情 好接下來我們看 提摩太前書 六章第九節到第十節 那裡說什麼呢 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 就現在迷惑 落在暖羅 和許多五支 有害的思慮 叫人存在 敗壞和滅亡中 貪財是萬二之根 所以有人貪念賢財 就會引誘你的真道 用許多的愚蠢 把自己吃透了 那時候 保羅告訴他的徒弟 提摩太 告訴他說什麼呢 不可 什麼呢 貪財 貪財是萬二之根 保羅同樣的交代 他的徒弟說 你不要洩露在貪念裡面 千萬不要 因為當我們洩露在貪念裡面的時候 我們就什麼有許多的愚蠢 把自己吃透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最後一個經文 希伯來書 第十三章第五節 那裡說什麼呢 你們要誠心 不可貪愛錢財 要以自己所有的為主 因為主神說 我從不賠償 也不丟棄 這告訴我們什麼呢 不要去貪愛錢財 要以自己所有的為滿足 因為我們所相信的自利為神 他是一個怎麼樣的神 他是一個不撇棄我們的神 所以我們的需要 那他會不知道嗎 他說他已經應允我們說 他不離開我們 他也不撇棄我們 只要我們不要去貪念錢財 弟兄姊妹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 這個人在托爾 托爾斯坦 在那個短篇小說裡面 他就有一個主題 講到人需要多少的土地 在當中他就講到一個故事 他就說到一個農夫 他的名字叫巴衡 他是一個很喜歡買地的人 他喜歡買不同的地 他自己有很多的地 可是他買了很多的地 他心裡面還是不滿足 他想要得到更多的地 所以有一天 他就聽到一個消息 他聽到這個消息說 你用收錢 你就可以擁有 你想要有多大的地 你就可以得到 哇 有這麼好的事情啊 所以他就先想說 好 我就要去試試看 所以呢 他就去到那個地址那裡說 你要我做什麼 我才可以得到 我所要的 幾大就有幾大的地呢 那個地址告訴他說呢 很簡單 你只要從早上開始 你能夠跑多遠 就跑多遠 你跑到的多遠 那個地呢 就是屬於你的 你能夠跑幾遠 你能夠跑幾大都好 你要跑多遠 你只能夠跑的話 我都可以給你 可是有一個條件 就是呢 你要在日落之前 你要回到原點 回到你的出發點 欸 他說真的好嗎 真的這麼簡單嗎 只要我努力的跑 只要我努力的追 喔 叫 我有幾大的土力 那個土力就是我的 所以他說好 這麼簡單嗎 又不用收那麼多錢 他第二天早上 就 準備好自己 把所有所需要的食物 飲料 都準備好了 帶個背包 準備跑 喔 地主看著看 準備跑 他就衝 他盡他全力的跑 他腦海裡面只想說 我要得到更多的地 我要能夠得到幾大 我就要得到幾大的地 就要盡力盡他的全力 繼續的跑 跑到內部 不需要 他還是告訴自己 說 不行 不可以 我不可以停下來 我不可以休息 如果我休息的話 我就不可以得到更大的地 所以他還是告訴自己 我要繼續跑 所以他還是繼續跑 跑 跑到甚至他的心跳 已經跳得很快 就好像要跳出來的那一種的時候 好累啊 好恐渴 他還是告訴自己 我不可以休息 我不可以停 如果我停的話 我就得不到很大很大 我手是想要的地了 還是盡力的跑 甚至呢 是邊打自己 垂打自己 告訴自己 不會休息 我一定要跑 所以他還是繼續 完全跑 繼續的跑 跑到他很累 太陽又大 流了滿身的大汗 肚子現在又餓了 非常的餓 告訴自己 我不可以吃飯 如果我停下來吃飯 要浪費我的時間 我要節省時間 我要在太陽下山之間 我能夠得到多少地 我就要得到多少的地 所以他連飯也沒有吃 繼續的跑 屁股的跑 堅持力的跑 知道 跑慢了 太陽又下山了 哇 他看到不行了 我一個跑過了 我現在又跑不去 有的話我就定無所有 今天我跑了嘛 跑到地上就浪費了 跑到力氣所付出的就浪費了 所以他就想說 我要回頭 我一定要跑到終點 所以他還是必命的跑 往轉頭回去跑 繼續的跑 一邊跑 一邊一邊拿自己 告訴自己 我不會你 我不會你 我一定要到終點 我一定要等到終點 終於 跟他跑到了 哇 他就說了一句話 他說 我只會大力氣 啊 這樣 他就倒我下去 死了 連他埋葬的時候 到死的時候 他埋葬的地 不大一盆盆 聽說什麼 人需要多少的土地呢 我們的心需要多少呢 才能夠忙著我們這個 無敵動的心 所以事情裡面很清楚告訴我們 不要讓貪心 進入到我們的心裡面 沒有的話 我們就成為貪心的奴隸了 我們就被牽著走 我們的生命 就被貪心 進入到谷底裡面 好 今天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聖經的忍辱 那是雅哈丸 雅哈丸 雅哈丸 我們來看 他的貪心和知識 這故事是記載在列馬記上的新章 一到三節 那裡 我們來開始看 這世以後又有一世 也是 也是列人啊 在也是列有一個葡萄園 靠近上馬利亞 上馬利亞丸 雅哈公 雅哈對雅哈說 你將你的葡萄園給我做菜園 因為 是靠近我的宮 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園 換給你 或是你要 因此 我就按著架子給你 這一個雅哈丸 雅哈丸 他看中什麼呢 他看中一個人 叫做老婆 老婆的他有一個葡萄園 而老婆的葡萄園 是靠近雅哈王的皇宮旁邊 所以這個雅哈丸 就看中他的葡萄園 這個葡萄園 是因此什麼原因 因此他是靠近他的皇宮 所以告訴老婆說 欸 國王來找你 你是百姓 國王來找你說 我要你的葡萄園 而且呢我不是便宜你的 我不是 佔便宜你的 我先讓你要多少錢 你要賣我多少 你這個葡萄園 我就給你 或者是你不要錢的話 我擁有很多的地 我還有很多的葡萄園 更大更美的 你要幫你選哪一個 我都可以給你 好不好 太好了 如果今天有一個這樣的葡萄園 如果今天有一個這樣的葡萄園 哇 胡王來在他面前這樣 可是 我們看到 欸 在這個雅哈丸 他真的想要買這個地 他不是不擇手腕 他想要得到這個地 他貪的是什麼 他貪的是什麼 他貪的不是那個葡萄園 可以生的葡萄很肥沃 所以他說我要做菜 你可以 其實我的菜可以很大 不是 他貪的是什麼 靠近他的皇宮 貪是一種的便利 方便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嗎 貪心 不是只是在平權的人身上 任何的人 都可能在他心裡面有貪心 不是只有平權的人在貪心 是雅哈王欸 他是以色列的王欸 他擁有的是多少的財寶 他擁有的是多大的土地 可是他卻說 我要 我這個土地 靠近我的這邊 他貪的是這個 難道他會選心的嗎 難道他自己沒有嗎 有嗎 這不知道貪心叫什麼 在雅哈王的身上 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用過的 我們覺得 嗯 不要亂看 這不是貪是什麼呢 所以接下來你看 他有什麼 他有說的那個法令 那我對雅哈王說 我進了耶和華 讓我感到 我先人留下的產業給你 那我說了這句話 對雅哈王說 是對於國王說 他說我進了耶和華 所以我們不要把這個土地給你 為什麼 我們會覺得很奇怪 但現在的人 我們會覺得 先人留給我們的產業 如果他給我一個很大的空地 而我的祖先留給我的 我可以賣啊 為什麼我不可以賣 對 先人留給我就是我做主嘛 我的祖先留給我就是我做主嘛 對 可是當時候我們要了解 以色列人的背景 跟我們現代人的背景是兩回事 是不一樣的 因為當時候以色列人 他們的律法是上帝給的 當時候他們的律法規條 不像我們現在是人定的規條 而是他們當時候的規條 是上帝親自告訴先知 先知寫下來 來告訴主人百姓 這就是上帝要你們做的事情 上帝給他們一個土地 關於土地怎麼樣去管理的一個規條 就是告訴他們說 上帝所給他們的土地 不可以賣 這是上帝講的 當時候以色列百姓 每一個人懂 每一個人都懂 因為以色列人 他們很注重上帝的話 有上帝的律法 他們在小的時候 他們父母親就已經告訴他們 上帝的律法是什麼 所以他們都很清楚 在那個大盲情當中 土地是不可以賣的 不可以賣給別人的 這個是上帝所流傳給我們的 不可以這樣子做 雅浩文知道嗎 雅浩文是一個國王嗎 難道他不知道他整個國家的律法嗎 他知道 他心目裡面的貪 他沒有去管下帝的律法 他沒有去想上帝的話 所以可是 在接下來我們看到 雅浩文最惡代給雅浩文的這個 煩惱的 他知道 他要怕的 他要怕的 不是這位國王 他要怕的是那位 可以奪取他的靈魂的上帝 所以他說什麼 我們不可以賣給你 也不可以跟你交換 因為這是上帝給我們主心的 OK 好 所以有沒有看到 再接下來 雅浩文最惡代給雅浩文的這個 煩惱是什麼呢 雅浩文也是有人 我說 我不敢將我新人留下的產業便利 就悶悶不樂的回宮 躺在床上 床臉上面 不吃飯 所以這時候 有辦法嗎 雅浩文沒有辦法 他不賣 因為對的 是為什麼 因為他是專屬上一個話 我們整個國家的綠碼 就是這樣 所以雅浩文很不開心 他得不到 他想要的 他得不到 我吃起來 不到一定得不到 他有什麼反應呢 他回到他自己的皇后的時候 他不吃飯 他躺在他的床上 臉上的牆壁 好不開心 這樣子的舉動 你想到是什麼人他可以做的 小孩子 對不對 但小孩子 你不給他 他想要的東西的時候 你不買給他 或是你不要給他玩的時候 他會怎麼樣 發脾氣 關在房間裡面 躺在床上 不跟你講話 什麼 所以一個國王 他的性格變成 他是小孩子 看起來很幼稚 看起來很小氣 因著他的貪心 沒有被滿足啊 他擁有了這麼多 才經營財寶 這麼大的徒弟 他還沒有滿足啊 他要得到成馬國的病 因此馬國不給他 心裡面 慢慢不樂不開心啊 所以我們看到貪心 使到一個國王被尊重的 在國家裡面是被尊重的 是被尊敬的 是上帝所靠入的一個國王 變成什麼呢 成了那個 成了那個 哎呦 小孩子 我們現在的話是在你家裡 所以我們看到 當貪心進入一個人心裡面的時候 是很可怕的 無論你是什麼身份 無論你的家庭背景是怎麼樣 或是無論你有多多大的產業 但貪心進入你的生命裡面的時候 你是跟著你的食慾去走路 你不會去用理智去享受 最好就好像看到一個人 正在十字路口 他心裡想 我要怎麼樣走呢 我應該要往哪裡去呢 好 他心裡就想 好啊 我最後一個決定 我今天要往 往東邊去 可是他們說呢 還是相信祷告 祷告神說呢 神來你帶你我 我今天呢 正在這個十字路口上 我拿著一個拐杖 如果這個拐杖 我們丟下來的時候 這個拐杖的方向往哪裡 就是你要指引我去哪裡 哇 他就說 神來你要帶你我 好 他就丟了 丟了他的拐杖 這個拐杖 是我的心邊 哎呀 上帝 你有沒有聽我的禱告 是心邊嗎 不是 可能再拐杖一次 再來 再來過 所以這樣再拐杖 上帝我相信你 你會帶你我 你帶你我的路是不會錯的 我相信你 我丟這個拐杖的時候 往哪裡就是你要帶你我 所以他就在丟 丟的時候 這時候在拐杖 往前被翻 哎喲 上帝你又再搞錯了 應該不對 哪裡是往那邊 那邊的路這麼難走 這麼困難 很辛苦耶 不是不是不是 再來過 再丟 這時候我還在 就往西邊 東邊 對不起 所以這時候 我就非常高興 三弟 你對了 哇 你跟真好三弟 你真的是帶領我 這條路就是 你要帶領我走的路 所以弟兄姐妹 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心裡面 已經自己做決定了 我們還在上帝禱告 然後呢 我們還要上帝 等那個變成 一定把三弟人那個的話語 變成是 把他變成 我心裡面想好的那一句話 他就說我們的失禦 會使我們 違背這樣一個話 甚至把三弟的話 扭去了 來做個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們看到 貪心治愈 有非常可怕的事情 在我們身邊 所以三弟為什麼 一開始的時候 給律法 就告訴以色列百姓說 你不可以貪 因為一貪 進到你的生命裡面的時候 你就不能夠 出現這樣破壞 好接下來我們看 發生什麼事情 王后耶什耶 對亞哈說 你現在是治理 以色列國不是 自動起來 心裡燦燦快快的吃飯 我必將 以色列人 哪國的葡萄園給你 這時候 另外一個人出現 看到國王 亂命不樂 不開心 這個人是誰呢 這人是皇后耶什 他來到 國王身邊 對國王說 為什麼你這樣子呢 什麼事情呢 國王對他說的時候 他就告訴國王說 你是整個以色列的國王啊 你是國王 你 你要得到一定 難道得不到嗎 這麼難嗎 對不起 我跟你想辦法 我幫你把那個葡萄園拿回來 擁有什麼 耶什耶 耶什耶 他是亞哈娃從外邦 取回來的一個女子 非常漂亮 他是 金彌師人 非离奇人中 所以他就有一个想法 在耶稀里的思想里面 他为什么会说这一句话 你是国王 你有什么是拿不到的呢 为什么他思想里面会讲这一句话 是因着他们的 在他们的这个族群当中 国王就是自高的 昨晚国王讲的话 没有人可以违看 违看的话就是 徒弟 这些百姓徒弟 都是属于国王的 所以国王要拿回来 很容易 可是对以色列人来说不一样 对以色列人来说呢 土地是上帝赐给人的 国王的权柄也是上帝赐的 所以连国王都要遵守上帝的律法 我们有华语的一句话就是什么 国王的 国王犯罪就与民同 同刑罚对不对 同罪的律 以色列人是这样子的想法 无论你是国王也好 什么都好 你唯美上帝的话 你就是得罪上帝 同样的要被处使 可是也许也不是这样子想 所以他就有什么样呢 为雅哈丸想了一个计谋 雅哈丸有没有听到一个计谋啊 当然你有啦 对不对 所以他想了一个什么计谋呢 我们来看一下 于是多雅哈的明显信 用完的印定上 顺眼那些与马伯同居住 同城居住的残老 贵州西上险凶 你们单进宣告进食 叫马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 又叫两个匪徒坐在马伯对面 拓见证告他说 你旁渡神和王儿 随后就把他拉出去 用石头打死了 因为喜悦 他在以赤裂国家当皇后的时候 他也知道赤裂人的律法 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律法 想了一个办法 怎样的来陷害马伯 而且又可以得到马伯的地 他想了什么办法呢 就是呢 公告马伯说呢 他旁渡神就是什么 他陷渡神 他诅渡神和王 什么意思 这意思就是说呢 他不再去信靠神 他祝福神 而且呢 他违抗国王 不愿意在国王的统治底下来跟随 这一个罪名是很严重的罪名 在当时候 所以如果你放了这个罪名的话 你讲到这句话出来的话 有人听到你亵渡神 和亵渡国王的话 有人听到 只要有两个人听到 他们同时公告你 把你告上最高的一个长老面前的话 你这个罪名你就要被处施了 所以也使人知道这个罪名 他想了 所以他用这个方法 叫了两个假见证人 用王的印去盖 写了信给当时候的长老 来公告 他要拿到哪伯 结果哪伯就会使头打扫 所以而且呢 这种犯这样子罪名的人 他亵渡神和国王 这样子罪名的人 他所有的家长都要被国王出弓 他的后代是没有这些家长的 所以他同时可以除掉哪伯 又可以拿到哪伯的土地 哇 这个idea真的是 好会想 真的是有心情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耶稀典他用看起来很合法 没有人知道的 他不信徒生吗 有两个见证人 对啊 他被处施 是应该的 没有人知道 很合法很合理 什么都有了 争取有了 罪证有了 就是他被处掉 可是人看不到 神看不到 人用很多的方法 来掩盖自己的罪 人用一个卡起来 哇 很震荡 然后我这样做是因为这样 这样这样 所以我有理由 可是你的心机是别人看不到 上人看到 就好像这圣经里面讲到小罗王 小罗王是上帝亲自高落的第一个以色列国王 当小罗王要出去打仗的时候 上帝透过下沫来对小罗王说 你攻打这个敌人的时候呢 你要把敌人所有的 无论他们的 仆人 他们的国王 他们的百姓 甚至他们所养的那些牛啊 羊啊 牲畜 床物都要把我们灭 大罗王 不可以留下一个 一个都不可以 好了 他们出去打仗 小罗王出去打仗的时候 哇圣伞回来 圣伞回来的时候呢 上罗就听到什么声音 有 好 好 圣伞回来 这时候会不会有牛啊 羊的声音 上罗就那么 这些牛啊 羊啊 他是什么苦人啊 他是个国王啊 你把他抓回来是什么 上帝说要把他们灭到完 你把他做回来 小狐狼说什么呢 说说你好 我把这些普鲁人做回来 是要服侍我的 我要把他国王升起 然后把他关进金黄里面 至于这些的牛羊 我要做什么你知道吗 上摩我要把他献祭给上帝 把这些肥牛肥羊 你看多美啊 把他们杀得很可惜的 把他献祭给上帝 可是上帝对 扫罗娃说什么呢 说一句话 听命胜于谢继 上帝不要的是你 不要不需要你的礼物 上帝要的是你 遵循他的话去做 在哪时候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 杨浩文他非常的下场 是怎么样呢 他有什么的下场 那时候我们说 亚浩文所做的 没有人去控告他 他是国王嘛 就算知道也不敢去 来抵抗对抗他 上帝怎么样说呢 这里说什么 耶和华的话 连到提示 这里人的伊利亚说 你起来去建筑上 阿利亚的以色列 王亚汉 他下去要得哪伯的葡萄园 现今正在哪里 正在那园里 你要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杀了人 又得了他产念吗 又要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狗在 对不起 狗在何处天哪伯的血 也必在何处田里的血 这时候上帝派了一个先知 伊利亚来到 雅浩文的面前 对雅浩文说 你杀了人 哇 你怎么知道 你又得到 得了他的产念 现在宣派 狗在哪里田哪伯的血 也在哪里田里的血 一个国王 他会有落到这样的地步吗 所以我们接下来 杀一遍后我们看 发生什么事情 有一人随便开工 恰巧射入 以色列丸的冯甲里 丸队敢吃的时候 我受了重伤 一撞破车来 拉我出阵法 那日正是越战越冷 有人扶我 站在车上 提躺两男人 到晚上 丸就死了 雪从深处 留在之中 约在日落的时候 有号令转变军中说 各归本城 各归本地吧 王既死了 终于将他送到 上玛利亚 就站在哪里 诱人把他的车 洗在 上玛利亚的池旁 狗来舔他的血 正如阴不滑的花 深处在 真的拿不死过三年 当雅浩他出去打仗的时候 他很聪明 他也很聪明 他就想说 我出去打仗 如果我穿的是国王的袍 这些的敌人 就会认得出我是国王 就会来攻击我 所以他就换了一个装 换的是 平时这些 普通的兵士所穿的装 他也坐在 普通兵士的车马里面 去打仗 可是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那个有一个人 在敌人面 敌人 他随便 射了一个箭 就射到了雅浩 一直在打仗当中 他没有得到人的帮助 因为他穿这些练装 没有人认得他是国王 所以国王就是这样子 被整个的局势生败了 他们打的仗生败了 所以那时候就有人想 来了我们失败了 我们回去吧 我们哭了就死了 就随便把他埋葬了 然后他的车就去到池旁 有他的血就来 死 是什么意思 狗来舔哪个的血 也同样舔你的血 那意思就是说 你要死得很没有尊严 国王他在战场他死的时候 不应该就把他的尸体送回来 然后好好的埋葬 应该是这样子疯狂的埋葬嘛 可是当时候的冰尸 就随随便便把 这个 雅浩王埋葬 就这样 所以国王 雅浩王死的 很没有尊严 是什么 应念了上帝的话语啊 所以我们看到 雅浩王的死 是与他杀了拿伯的事情 有非常大的领袭 对兄姐妹 所以如果我要用任何的手法 任何的手段 来遮掩自己的罪 在上帝的面前 没有任何的事情 能够应付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 圣经里面 也讲到很多很多的例子 也讲到 因着贪心而遭受 很可怕的惩罚 他们是谁呢 第一个就是以赏 以赏还记得吗 他是谁 他有一个双胞胎的地图 叫做雅阁 当时候雅阁非常想要成为大哥 因为大哥能够得到很大的部分 在当时为了一系列人 最好的名分都领到大哥 宠物吃药的就是点笑 所以他就想要得到 以赏呢 以赏他就不看重他大哥的身份 所以因着一次 他轻叹他自己的名分 雅阁就来告诉他说 你把你双持的名分给我 我就把这个两盆豆汤 饼干来给你喝 因为当时我把他打裂回来 很口渴 想要得到食物 他轻抗他自己长子的名分 他贪爱这世俗的事情 谁就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雅阁 他因着什么呢 贪爱钱财 违背了什么 那时候上帝告诉他们说 你们打仗的时候 敌人所有的财物也不可以拿 是他偷偷的把这个金银财宝 还有很美丽的华丽的衣服 藏起来 结果呢 被石头打死了 接下来我们看 然后吉哈施 他是谁呢 他是丽莎的妇人 他因着贪爱钱财 他说了一些谎话 得到了这些财物的时候呢 结果呢 他连累到他的后代 还有他自己得了严重的麻红病 好 接下来我们看 这个大家都很索性 勇大 那是十二个年徒之一 他因着什么原因呢 因着他才把耶稣出卖了 接下来我们看提马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 提马是因着贪爱世界 离开了上帝的呼召 就像最后看 雅兰亚的上面 还命着贪爱图虚明 要有能力啊 当时后的新月的教会 很复兴 然后每个人都编卖他们自己的财产 来供应给教会 让更多的人 贫穷的人 也能够被照 被照顾得到 这两个夫妇呢 他们就也想要得到 那个好名声 哇 我可以奉献很多 然后呢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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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献给人 我的名字 又可以被人家知道 可是他又想 哇 把所有的奉献出去的话 我不是没有的吗 所以他们说 好啦 我们把一部分收起来 一部分呢 拿来奉献 他就来到彼得的面前 告诉彼得说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 比如说是你所有的吗 他说是 我们变败的 是所有的 都在这里 马上的 这两个人 就不要在彼得的脚前 所以我们看到 贪啊 是多么的可怕 从旧约到新约到现在 若贪心在人的里面生根 我们不愿意除掉 使得我们的生命 有许多的仇苦和烦恼 在现今的社会里面 为什么人有很多的烦恼 很多的愁苦 很多的痛苦呢 是因着人的贪 不能够得他满足啊 所以必须只要我们说 哎 我们信了耶稣 我信了耶稣很多年 我信了耶稣很久了 我都有祷告 都要来敬拜神 那是为什么我还是不开心 我还是觉得很痛苦 我还是觉得很多的烦恼 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还有许多的贪 玩乐也可以成为贪 都来到生命里面前来祷告 钱财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贪 把它圈起来 不愿意奉献的神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这么一个严重的事情 有贪 生根到我们里面 我还记得 在新加坡 我有工作一段时间 那时候我是 跟这位老板娘做工 在办公室里面 所以我的市场开 做到 做OT 那时候 做OT 就会有另外的价钱赚了 所以我就跟市场做 因为有时候老板娘的事情做不完 而且自己也很病 所以就发心血了 他心血的时候就是按照你的OT的时间 每月都不一样 所以老板娘就算了 他给我Cash 给我的现金 然后我就自己也算 哎我的OT有多少 我的本来是多少 我的OT有多少 算算算的时候 算了很多次 哎我发觉不对劲 老板娘给我多了 多了工钱 而且是多了也不多了 整百块 有百多块 所以那时候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老板娘也不乐不乐了 那有吗 老板娘给了我就算 要不然 在我的心里面 我有很大的心告诉你 得罪行 这是得罪行 所以我就 没有把这笔钱包 把这笔钱包给我的 没有人 有看到 上次看到 我们的心里面的他们 我们就在这里 不知道你有没有叛逆 但事情 环境来到的时候 你才知道自己 里面有没有这种 食欲在里面 因为弟兄姊妹 在现金的社会里面 在我们的工作环境 在我们的事态里面 我会遇到很多很多事态 尤其是 贪这一方面的事态 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诱惑 尤其是贪这一方面的事态 那么是否 我们要站在神的花园上 还是我们站在 我们自己的私欲上 来去信仰 很快来我讲究一个人 还有一次叫阿鲁师 相信很多人认识他 他是基督教 我们基督教的神学家 我觉得阿鲁师学家 他讲基督教的 他就说他在十五年里面 十五年 就跟这个女人 有不良的关系 跟这个女人 没有 没有结婚 可是他们就好像 像我们现在讲的同居 同居 所以他就觉得 这是他一个 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她的 在她的心里面 一个问题就是 她有一个性欲的困碗 她要的这个女人 在她的身边 是因着 她的性的 那种的欲望 更强 所以她离不开 这样的情况 那时候过后她就信了 那些书 信主过后 她觉得这些 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我要信耶稣 上帝告诉我是这样 可是我又不能够脱离 怎么办 她的贪爱 这个幸运 不能够解决 所以她就决定 跟上帝祷告 跟上帝祷告说 上帝你要掌握我的心 我将我的心 交给你 你把这个幸运的锁面 断开 所以这事情过后呢 她就做一件事 她说 那些我曾经害怕失去的 你曾经害怕失去什么 你现在害怕失去什么 你现在害怕失去什么 那个可能是你心里面的他 你还 她曾经很害怕失去的 虚空的食乐 她说什么 因这准备数字 完全的被消失到 现在我 从而子死了 这些人 当我们愿意除掉我们心里面的贪 心里面我们所害怕失去的 比上帝还要 看起来好像比上帝还要重要的那一块 使得我们活在什么呢 愁苦愁烦当中 你愿意吗 你愿意像阿古斯林一样说 上帝 你还断开 你把他摸去 你就能够得着像阿古斯林一样 他说能够得着真正的喜乐 而不是虚空的喜乐 是真正的 你还能让我们一起这样 你还能够得着真正的喜乐 你还能够得着真正的喜乐 你还能够得着真正的喜乐